嗨,大家好,我是楊孝賢 好久不見了,然後今天我要來介紹太陽能板的系統 非常感謝尤達光店贊助我的太陽能板 不錯,非常高興,終於有贊助播出了 那今天就是要來開箱介紹這塊太陽能板 跟我的太陽能系統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來開箱吧 登登登登 終於把它搬出來了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片的太陽能板 它的包裝呢,光拿出來就很麻煩 所以包裝是非常完美 包得非常安全,它這個防護做得很好 這邊太陽能板呢,它的功率是350W 長呢,172.8公分 寬是102.1公分 重量是20.6公斤 為什麼我會選這個太陽能板呢 第一點就是 它是目前最多乍線的太陽能板 它這塊太陽能板呢,有12乍線 這個乍線呢,越多就代表說 它的量率會越高 太陽能板久的話,它如果裂開或是引裂 它這邊電就會通不過來 但是你乍線越多的話 它通電的機率就會越高 簡單說呢,越多乍線呢 它的量率會越高 它的發電的效能呢 就會維持的越久越好 這樣子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乍線的 這個感覺好了 這就是太陽能板的12乍線 這麼多乍 第二點呢,就是 這個太陽能板呢,擁有半切技術 那什麼是半切技術呢 簡單說呢,它就是把太陽能板分成兩塊 但是它其實還是裝在一塊上面 它的用意是什麼呢 今天如果 雲啊,擋在這一塊 或者是樹蔭啊,擋在這一塊呢 它這一半部呢,還可以做一個 比較良好的發電效率 那就不會因為 陰影遮擋啊,導致電阻變高啊 發熱啊,變成效能不好 等等的因素啊 其它後面的因素就會衍生很多問題 那它就是分兩個區塊 這邊一二三 這邊四五六 它這邊是一大區 這邊是一大區 簡單說呢,就把風險分成兩邊 那這邊擋住了 還有這一半部的在補救 這一半部擋住了 還有這一半部在補救 那另外一個半切技術呢 就是電池的半切技術 這邊呢,看起來是有120塊 實際上呢 它是有60個電池去切割而成的 為什麼要切成一半呢 今天假設啊 我們電流從這一點流到這一點啊 它的主抗是比較高的 它電流流過呢 如果主抗太高的話 效能就會降低 那降低的效能呢 就會被轉化成熱能 發熱出來 就會有電池衰減的問題出現 那把電池切一半呢 既可以把效能提升 又可以把太陽能板的溫度的問題給減少 當然這太陽能板還有很多技術 我沒有跟大家去說明 目前呢 半切技術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第三點呢 這個太陽能板還有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得過獎 那它得過什麼獎呢 就是2020年經濟部能源局的金能獎 那要得到這個獎呢 是非常不容易的 它要經過種種的測試 不只是發電效率而已喔 它還要經過強風 抗壓、抗血、抗煙霧等等的 一堆的測試 才能獲得這個獎項 所以這塊太陽能板呢 是經濟部能源局測試過的得獎作品 能得到這個獎的太陽能板呢 真的是非常厲害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背面好 因為正面差不多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包裝呢 這個外面呢 這個包裝是 感覺 這個鋁框是非常紮實 那我把它翻過來看一下背面好 它的背面大概就這樣 然後就是 一條正極、一條負極 然後這個框呢 都有一個勾槽 然後鎖點已經都沖好了 它這個應該都是接地的地方 雨框應該都是接地線 感覺非常棒 給它看一下細節好了 感覺呢 感覺呢 這片太陽能板呢 包裝的完整性啊 還有產品的主要結構啊 我都覺得非常的厲害 完全看不出哪裡有缺點 那雖然說是贊助呢 我講了那麼多好話 但是其實我本來是要跟他們買的 就算他們不贊助 我也會跟他們買啊 這一點要特別講清楚 因為我就是 看到這個 多乍線的技術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厲害 OK 那我們就把它搞上車吧 先進去 把這件東西 不用擔心 請你把這個 你為什麼會贏 我繼續在哪製造 你非常抓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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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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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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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為什麼要裝這樣的保險絲呢 因為我的太陽能板是350的 它的發電的電流呢 大概都是在10A左右 都是電壓在浮動而已 基本上用一個15A的應該是非常夠用 充電池進去呢 就是也是因為功率的換算 如果是350W 充12V的話 這樣算一下 電流最大也才29點多 那用30A的也是非常夠用 那這兩個保險絲 就是可以直接彈開的 它兩個就可以直接跳開 跳開之後就所有的功能都不工作 那接上太陽能板 它也是不會充 它只會啟動這一個而已 那接上電池呢 這樣子才會全部啟動 那這個線呢 我都有特別去挑過 充電池的線呢 我是選耐流到71A的 太陽能板的線呢 我是選耐流到41A 抗UV太陽能專用線 那這個接頭呢 都是選用太陽能的自視MC4的接頭 去接上面的板子 然後跟下面的接頭 都可以用這個去接 它下面呢 是有一個風扇 左右上面都是有通風口 風了就可以直接從下面吸上去 把控制器工作的熱能呢 就把它散發掉 讓它不會過熱 所以它也是需要散熱 那這個控制器呢 還有附兩個保險絲 這個保險絲是30A 它這個保險絲好像是病聯式的保險絲 我買的控制器呢 是限流45A的控制器 它可以支援到45A 我的線都有超過這個 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線應該都很OK 現在我太陽能板來的電呢 剛剛最高有到255W 現在控制器呢 我都已經設定好了 它其實 介面跟按鈕我覺得非常簡單 這邊一個功能按鈕 然後長按進去之後呢 它會有可以設定的 然後我已經設定離電模式了 那我充電電壓呢 我是設定在14.5V左右啦 就是平常的離體電池呢 是14.6V充飽 我就是降0.1V 保護離體電池的另類方式 就是不要弄那麼剛好的電壓給它充 反正它就是充不飽 了不起99% 就是卡在那邊這樣 讓它不要吃太飽這樣 那多出來的電呢 它就算充到100%了 它也不會再充 因為電壓不夠 它就是充不進去 限流我是限流29.5V啦 就是比這個低一點點 它這邊還可以用一個負載的功能啦 就是可以晚上啟動 或者是白天啟動 類似裝一個太陽能燈的概念 然後看你要白天啟動還是晚上啟動 都可以從上面的這兩個負載呢 去控制 螢幕亮度是可以去調整的 然後再保存退出 這樣 我現在是中午12點半左右 現在發電呢是236W 電流呢是16A 手機顯示的這個APP啊 這邊是顯示電池充電的電流 那邊顯示是16.2 這邊是顯示16.1 其實我覺得是蠻近的 就是它我覺得算準的 那這兩個系統是分開的 一個是控制器的系統 一個是電池保護板的系統 這兩個系統是不一樣 那這邊顯示的電流呢 其實都很詳盡 那我覺得算是非常準確的 而且是可靠 所以我就沒有再裝庫輪表 要再裝庫輪表其實也是可以 就是再裝 然後電壓也是算是接近吧 有這樣子的充電的能力呢 其實冰箱運轉呢 我這幾天測試下來 我是覺得超級夠用的 現在有16A的電充進去我的電池裡面 13.7乘以16 13.7乘以16 大概是220W左右啦 然後跟這個太陽能板來的電是233W 大概差了十幾W而已 219除以233 充電效能呢 大概就是93%啦 所以這一款太陽能控制器呢 是充電效益是93% 那我覺得真的是超級好了 這就是這一款太陽能系統控制器的表現 然後有多兩個負載的開關 那這邊的負載呢 其實是可以開的 那我是沒有把它打開 我都是把它關起來 因為我負載我就不使用 根據說明書上面 他是建議說這兩個負載啊 拿來做控制開關就好 就是簡單說就是 接計電器去使用 就是用小小的電流去控制電池的大電流 這樣子是比較安全的 這一款太陽能控制器呢 它是屬於降壓式的太陽能控制器 什麼是降壓式呢 今天簡單說 你光輔版來的電壓 如果是比較高的話 它可以直接降到你想要的充電電壓 再對電池去充電 那這樣子我是覺得非常聰明 因為升比較耗電嘛 當然升壓也是一個方式 那降壓是比較簡單的 今天如果你是清晨的時候 或是下午的時候 太陽能板剛發電 電壓不夠高 譬如說早上日出的時候 那我現在如果是裝開路電壓 18伏特的光輔版 它在早上的時候呢 可能電壓只有9伏特 或者是10伏特 那我們電壓就不夠去充電池 因為充電池 基本的電壓就是要在 電池以上一點點嘛 那我是12伏特 當然就是要用14伏特去充它 開路電壓是40伏特的太陽能板呢 剛起床的時候呢 它的電壓大概只會在20幾伏特 甚至是幾十伏特而已 所以能越早充進電池呢 當然是越好 能把電壓呢 壓降下來 趕快充進電池裡面 這才是屬於比較一個有效益的方法 因為有用太陽能的就知道 我們目的其實不是只有中午充電 其實目的是最好是 充電時間越長越好 就是能越快點充越好 降壓式的太陽能控制器呢 會比較早充 所以我才選用這款太陽能控制器 這款太陽能控制器呢 是一個太陽能大師推薦我使用的產品 那我是在台灣買 因為台灣有售後服務啦 我買這顆是3600 購買連結呢 就是在資訊欄下方 有興趣可以自己去參考 目前呢 我是覺得這款太陽能控制器呢 效能還不錯 它的表現呢 我是覺得非常滿意的 因為它有十幾安培 充到我的電池裡 我覺得真的是超猛的 因為我已經在這邊兩天了 我不用發車我就有電可以用 所以我覺得非常OK 這個太陽能控制器 那當然啦 我會長期的測試下來 然後看看整個效益怎麼樣 再來跟大家說明 因為今天是好天氣 那還有其他的天氣 或者是下雨天 甚至是更晴朗的天氣 因為我太陽能板呢 是350瓦 現在才發230瓦 我是覺得好像還沒有到非常的滿啦 但是我不曉得這樣的表現是不是很好了 因為我沒有其他的太陽能的經驗 那如果你有太陽能的系統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太陽能的效益到底是多少 那這款太陽能控制器的效益呢 是在93%左右 那我們再來慢慢的觀察它 之後我再來分享使用心得 那這個滅火器呢 是我後面在加裝 就是來鎮壓這些電器 那這些電器產品呢 我現在都已經把它架起來了 就是在側面部分 所以現在如果有水滴下來 或者是滴在底板啊 是不會泡在水上面的 就是桌面呢 有一個距離器 感覺這樣子是比較安全的啦 電線為什麼要走在這呢 因為這個門我是比較不常開的 所以我不想要讓電線一直去碰到 那也有朋友是建議我 現在是走後面進來 我是覺得還要再繞 比較稍微麻煩一點 因為還要長線什麼的 當然線越短越好 能越接近電池是越好的啦 因為線越長呢 就會有壓降的問題出現 那我不知道我這樣的線呢 壓降有多少 我是買10米左右啦 但是也沒有全用 大概只有6-7米吧 之後再看狀況啊 如果真的覺得不好 我再來改好了 昨天呢 我也是有配合逆變器去使用 都是可以邊充電邊使用 那我現在呢 也把我冰箱打開了 現在充電電流呢 16安培 那我這邊呢 顯示是10安培 所以有6安培的電呢 被撕掉了 那這個太陽能控制器呢 它現在風扇也是有啟動啦 它好像會轉一下 然後不轉 轉一下不轉 它這邊是寫 這樣子是正常散熱啦 我之後再看看狀況好了 應該是自動偵測去散熱 這次的太陽能板呢 根據官方測試呢 是可以抗17級強風的 之後呢 如果有颱風天還什麼 再來試試看 看看到底會不會怎麼樣 應該是不會吧 希望不會 那目前呢 350這塊太陽能板呢 好像很常缺貨 所以如果想要買這塊 350太陽能板呢 可能要提前預訂吧 購買資訊 連結我就放在下面 價錢大概是在3000是5000啦 這個價格是浮動的 然後因應原物料的價格去調整 我那時候問是3800塊 所以整個太陽能系統呢 零件這樣零零種種架起來 我大概花了 這樣子差不多算要一萬塊 加上一個禮拜的安裝時間 因為我沒經驗真的超難裝 我真的跟大家講 真的超難裝 因為在車頂上面 那安裝的方式呢 我是蠻建議是說 車頂架整個拿下來 然後在地面全部裝好以後 再把連同車頂架一起裝上去 我覺得這樣應該會比較快吧 因為真的在上面真的很難裝 你梯子要喬來喬去 拿上去的時候是兩個人 阿裝我都是我一個人在裝 所以 我真的覺得超難裝 給大家一個經驗分享 就沒有經驗真的是一大挑戰 那我覺得 我的樂趣啦 這就是DIY的樂趣嘛 那我的太陽能系統的影片呢 大概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呢 也記得訂閱加按讚 也歡迎大家分享自己的太陽能系統 這一部分的資訊真的非常的少 很少人呢 分享自己太陽能系統的效益 大家都只說裝多少瓦的太陽能板 但是如果你裝1000瓦太陽能板呢 我也不曉得效益到底可以充幾瓦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分享 接下來呢 下一部影片呢 我會再慢慢的設計我的水箱 我是已經設計好了 圖也畫好了 只是一直在更趕 就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是真的很常更新啦 反正就久久出一部 那我是希望有內容一點 就下一部敬請期待囉 那我是葉洋小翔 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 創意 氣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